Layu聊世紀,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細心一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布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羅馬人這個文明 羅馬人的奴砲的價格是遊戲裡面最便宜的 只要30塊錢,而且可以受益於彈道學和攻速加成 他的步兵單位可以點下一級的步兵鎧甲 可以獲得雙倍效果 他的建造修理跟採集有15%加成 所以羅馬人到中後期,經濟狀況來說是不錯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細細人 細細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陸地軍事單位減免非常多 不管你是要出強奴還是騎兵步兵 這些減傷都是非常高的 細細人開局還有100石頭加成 打成羅時壓力會稍微小一點 成羅的部分是細細人的劍塔 那他的造價來說是稍微貴了一點 但是他會隨著時代自己自動強化 可以增加他的建築物的血量 還有這個箭矢的發射數量 所以細細人的話他本身的經濟加成並不明顯 最後點下農田科技之後 農田裡的肉量才會稍微多一些些 但是他並沒有增加這個採集農田的效率 所以細細人的後期呢 算是比較需要打開農路線的 好,那這邊看到 三隻村民已經開始伐木了 細細人這邊是MBL 現在看到MBL 那紅色呢是HART HART的話大家應該也不陌生了 這個MBL的死對頭 明明是同戰隊的人 但是卻藏在天梯上面附打 好,這邊可以看到 魯馬人是開始已經蓋房子 然後木頭補到第三個人 木頭稍微補慢了一些喔 那通常木頭這麼慢喔 是有可能想要去打這個棒棒開局喔 那要不要打棒棒就要看會不會開魔法 好,這邊開魔法 應該就是不會去打這個棒棒快攻了 那這細細人呢 細細人目前也沒有開魔法喔 那這邊MBL 應該是有打算要打這個 棒棒開局嗎 還是要打橙樓開呢 那橙樓這個東西呢 是可以取代軍銀的 所以 細細人也可以直接打這個 層樓開 然後直接轉馬就也是OK的 好,那看到細細人這邊是三個人 挖果子 然後鹿肉開始準備吃了 這個最後是七個人吃果 然後剩下的鵝肉給他吃一次 補了一些木頭 光電師在補下 魯馬人這邊一隻吃火過來 看一下你家在這裡 這個鵝會不會被幹走呢 看起來是沒有 好,均勻補在中間的位置 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那MBL這張地圖來說 還算不錯 有三片木區喔 而且他的果汁在後面 前期非常好握 左邊的話 基金稍微靠外側一點 但至少正面還有果汁喔 所以還算是一個滿好的地圖 有點算是半天圖的感覺 他還沒到非常天的感覺 因為他的地圖 空地還算是蠻大的 所以防守要維持的話 還是需要一點資源的 好,MBL這邊點下了一級農田跟一級伐木 打法應該還是走一個一級農一級木 然後轉肉馬的開局流程 那羅馬人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肉馬的開局流程 打法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之處 好,三隻獅猴過來 那獅獅野人 這邊是... 現在只有一隻肉馬 槍邊趕快按 好,錯了一下 獅獅野人跟羅馬人互打 要注意的一點是 千萬不能跟羅馬人拖刀後期 一定要用自己的軍事 跟對方打出經濟差距來 少有可能的贏 因為以對農的情況下來說 羅馬人是絕對農得贏西斯獅野人 好,這邊兩邊的打法就是肉馬 手打小鬧 好,MBL這邊是趕快把佳麟給圍起來 好,這裡走進去 最後出去 然後把這個動物給補起來 好,左邊有一隻野生動物 被擠上掉了 臭敏這一隻會被打到嗎? 後面有槍兵 OK 大家趕走 這裡臭敏過來有點危險 三隻 然後圍一下 MBL這邊反應的還是蠻快的 槍兵過來 捅個一槍 捅到了 這邊再追逐一下 這裡要圍嗎? 這裡不圍 直接溜了過來 這隻村民現在在發呆 現在MBL也是在想要撈撈看 但也沒有撈到任何東西 羅馬人家裡防守還是做得蠻不錯的 好 好,家裡偉大 然後正常開農 點下輪軸技術 現在六隻赤猴 現在已經在前方集結了 好,但是羅馬人這裡屍 居然是點下了步兵鎧甲 但是又取消了 OK,看來 哈特這邊有點怪怪的 我剛剛想說 他這邊點步兵鎧甲 是沒有打算升 城堡時代 OK,那羅馬人還是最重要 要點下這個城堡時代 這邊抓到了一隻村民兩隻 唉唷,抓到一隻村民 然後擊殺一隻槍兵 好,點下了步兵鎧甲 MBL這邊抓到一個非常好的時機點 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兩隻村民三隻槍兵都被收掉了 MBL這邊點下了異攻四個細節 有點異攻的話 打這個槍兵效果非常快 唉唷,這個收村來不及 好,來不及 好,這邊再點掉 應該可以 哇,算是羅馬會死了一線 但村民差距確實是已經打出來了 而且羅馬人這邊還沒有點下輪軸技術 所以待會MBL經濟應該是很好的 好,這邊是齁 可能要再爭取一些時間會比較好 千萬不能就在這邊送掉 那哈特這邊要趕快把家裡圍死 因為在生死代時候 被溜進來是很傷的 好,這邊過來 能溜嗎?溜著走嗎? 抓掉殘血了! NICE MBL 果然還是手靈波操作 好,用這兩隻刺猴 拖到城堡時代升級上去 MBL的壓力就會稍微小一點點 好,左邊只要防止跟刺激全部毒死 家裡都圍了一個安全的狀況 好,那這邊是開始升級 打了一個雙TC MBL這邊打法還是比較偏項魚 強軍是一點 MBL的前期打法都是比較偏厲害 像什麼身頭或是一些弱馬操作 他是蠻厲害的 那到了中後期 應該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發呆的狀況出現 所以導致MBL在中後期的階段 有時候會有點失場 哈特這部分就比較平均一點 他是前中後期 都算是一個 處於中上水平的一個程度 但很明顯,哈特剛剛這一場 有一點小小失誤 生死代 然後卻沒有把家裡的門面給死 直接圍死 蓋個成本也沒有 讓MBL六個一波 抓到你自己一隻村民 好,這裡把底製藏槍兵給收掉了 MBL升到城堡 實在應該會先打個騎士暴 CC裡的騎士暴是很強大的東西 但這個是決定先開TC 3TCKINO 也沒有先升騎士 而是先按清騎兵嗎 按赤猴 升清騎兵 沒錯 好,這邊是由我過來看一下 火馬人這邊是3TCKINO的關係 所以兵量其實不是很足夠 MBL應該看到這裡應該也是注意到了 哈特這邊也是要打清騎兵 配上升旅的一個路線 通常打清騎兵就是要配升旅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你敢出騎士 那我就敢出生旅招牆 那你如果敢出 你敢出清騎兵的話 我也敢出清騎兵 所以現在的天梯打法 跟一般場有點不太一樣 一般的玩家可能還是會上城堡 是代表出騎士 但在2700分跟2500分左右的時候 大家會選擇去先轉出清騎兵 但這個是打開龍路線的時候 會比較省資源 因為這個階段來說 HART這裡有個細節 就是他的黃金只有兩個人在 這個黃金只夠出生旅 但他的優點是可以把剩下的村民 拿去種田挖木頭 讓他的前期經濟會再更優秀一點 好,那魯馬人這裡被塗了山村 經濟量來說應該還是不會太輸給西西里 因為他的這個5%加成 還是蠻誇張的 即使MBL有輪軸技術 所以西西里人還是很容易 農輸對手有經濟加成狀態 所以這個就是西西里人 他的一個很難穩的地方 即使你真的抓到對方的村民 也不見得你一定會有優勢 好,那西西里人這邊是拿到了 六四村 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魯馬人這邊是也到了六四村 但是繼續打這個輕騎兵 配生旅的路線 這個打法撿生物是比較好的 那MBL不想要被壓制住騎兵數量 所以果斷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好,一級的步兵開架也升了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軍營 好,重裝長槍兵 下來 好,這裡要先讓一隻長槍兵出來戳嗎 欸,看大旗幟 哈特這邊是應該意識到了什麼 當然不確定裡面撞的是長劍兵 還是重裝長槍兵 那他應該是有猜到吧 這個是重裝長槍兵的機率了 高達87% 好,這隻蟻人 這邊沒有打算要做更進一步的進攻 但是石頭已經開始很多人在挖了 十個人挖石頭 那MBL對上哈特 哈特這邊也是十個人挖石 兩邊的挖石時間是差不多的 好,這邊再圍起來 好,4-7騎兵開始在繞 還在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殊狀況 看起來是沒有 好,槍兵走出來了 哇,MBL 被槍兵收掉了一隻 兩隻衝裝長槍兵過來 好,開始可以壓制清騎兵回去了 那這一隻生侶 欸?沒有撿到聖物 他走到這邊是覺得這邊會有聖物嗎? 停了下來 沒有做其他動作 魯馬人這邊補下了重裝長槍兵 跟二級的步兵鎧甲 好,手推側也補下了 好,這時候MBL已經 開始要來壓榜 那魯馬人這邊防守 城堡的話要蓋在這裡 好,下面有一陣打鬥 重裝長槍兵正面硬扛 魯馬人這時候也升級了重裝長槍兵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升上去的關係 所以吸吸引人士完全打不贏 羅馬人的重裝長槍兵 雙防有四點 但城堡之後還是被建立起來 好,這時候MBL點一下地龍時代 打的還是一個寶推 然後轉帝王巨頭攻勢 好,那待會MBL可能要趕快補下二級農田 跟這個手推側 那這邊他有個細節 可以把這個自動撒田給取消掉 現在高手們他們的打法 還是會蠻注重這個農田的採收量 所以自動農田他們都會取消 OK,魯馬人點下地龍時代 這裡全套給取消 好,城堡補下之後 城堡,城堡,城堡,城堡血量 再補一個嗎? 希西里人蓋城堡速度很快 但HART知道你想要蓋堡 好,直接取消了 他知道這裡跟希西里拼城堡的建造速度是拼不贏的 HART很知道該怎麼反制啊 馬上取消非常主段 那希西里人這邊是轉出了二級的步兵台長 看來是有點想要打薩金特衛兵 那羅馬人這邊轉出的是披風百孤掌 那邊直接進入地龍時代大護旗 好,這兩根堡還在送薩金特衛兵 MBL這邊要稍微存一點資源 等待會要來按巨型投死機了 好,這邊是補了一個手推車嗎? 好,對手推車下了 剛剛看到300肉消失了 從這個時間點300肉消失就是點了手推車 好,那巨型投C兩台開始補 羅馬人這裡是繼續打他的步兵路線 好,單轉出來的東西是軍團長 動裝長槍兵 然後開始轉成裝甲步兵 那接下來羅馬人的路線就比較單純明快了 直接按出大量的步兵 然後加上百夫掌,後面上下buff 就差不多可以讓羅馬人的隊形給組成 那如果想要變成完全體的話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打毒砲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MBL稍微把前線蓋了幾個房子 讓羅馬人的百夫掌不能爆產數量 好,直接正面衝鋒 好,左邊這裡有一個超打鬥 好,左邊這裡有一個超打鬥 好,這位軍團長資源還不夠 羅馬人 哈特要買一點資源嗎 好,這時候MBL三級步兵鎧甲也升上去了 三根城堡 蓋寶優勢20塊 好,左邊這個TC也被射到了 那MBL家裡的經濟狀況是非常穩的 134吋 然後城堡修蓋 好,點下了重裝長槍兵之後 也補下了疾兵 二級攻也補下 這是以人打的應該是薩金特衛兵配疾兵的路線 那這個打法應該是有點難打的 引羅馬人的軍團兵 跟軍團兵他的傷害是很高的 而且他有這個蓄器的 小小的蓄能傷害 點戰軍有點換 但他道價非常便宜 那CC裡也要打羅馬人的軍團兵 似乎要打個強奴才會比較適合 那現在轉兵來說還是會有點為死一軟 不然就是CC裡了 要轉出大量的薩金特鋪兵 這個衛兵 去做這個量子 然後再加上5TC 打出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timing點 好,37分鐘 差不多該要來點了嗎 這邊稍微來賣一下 賣掉了500木頭 換了500多黃金 賣一些黃金 賣了200石頭 讓自己可以繼續修城堡 這邊這個城堡被修了回來 好,這邊來看 NBL有沒有把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這個特性給打出來呢 好,兩邊正面對決 羅馬軍團攻擊是12加2 現在薩金特鋪兵是11加2 上一隻來說的話 軍團兵是稍微高了一點 但近在防禦力來說的話 是薩金特衛兵稍微高了一些 4加3,7點 軍團兵是雙防6 那薩金特衛兵是7-8的防禦力 好,正面的TC跟右邊的城堡都拆除 正面的兩邊軍團 開始正面招鋒 後方11連的森旅 開始在招翔 正面薩金特衛兵 扛住了前線 還沒有3攻 就稍微反擊回去了 好,城樓也補了下去 現在城樓的血量是來到2250滴血 而且可以一次射出3發箭矢 1加2 在MBL這裡似乎是忘記了 自己有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這個科技嗎 這時候趕快補下的話 前排的兵力就可以馬上補齊 直接補25個薩金特衛兵 非常多 都想到了 好,趕快趕快 還有40秒 等一下 這個科技 是你打薩金特衛兵時候 必點科技 點完之後 還有抗招翔的能力 MBL這邊招翔也是玩得不錯 可以在招翔敵方的軍團兵 部長想要拆掉這根箭塔 MBL忘記取消 但是這時候也遛了一些軍團兵出來 但還好第一次使勁東征 讓MBL家裡有些兵量 可以稍微去做一個防守 所以直接遞掉防治 讓衛兵去防守 哈瑟最近被捧弓 有點快要扛不太住 這裡敲掉僧侶 左邊再補了一根城樓 僧侶過來招 哇全D百夫長 哇 哈瑟這一波很傷啊 這裡繼續插出更多城樓 但哈瑟已經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勝利 OK 那七七一人後期這個節奏打得非常漂亮 插城堡跟插城樓 確實是七七一人的一個大殺氣 那羅馬人呢 這邊打得有點可惜喔 那為什麼羅馬人會被壓制得這麼慘喔 嘖 主要是因為 他這邊多線來說 MBL是更有優勢的一方 後面這邊城堡太多了 然後上時代的情況 也是MBL這邊也稍微有點優勢喔 羅馬人稍微上時代慢了一點點 那後期呢 軍團兵也不是說打不贏軍團長 這個薩金特衛備 但是軍團兵沒有點下野戰軍喔 這個量產速度就會差很多 不然其實羅馬人這邊支援量繼續保 打這個薩金特 不是薩金特 打這個軍團兵喔 量還是會非常大的 那也有可能是 不太想打 就直接跳根 也有可能 不然MBL的支援其實是蠻危險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七七一人拿到支援上的勝利 最後是贏了大概三四千的經濟支援 果然MBL這個七七一人 就是要打城樓跟壓寶 是比較適合這個文明的 那軍事方面來到了1.08的KD 我馬來是稍微優勢了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咦 我們下燥了